以多安博士为首的心理实验小组在小报上刊登消息,召集人马准备进行一次关于监禁群体的心理实验,这让在报纸上得到消息的穷苦出租车司机塔兰克动了心。 为了丰厚的酬劳,他来到了实验基地,接受了一系列针对身心的详细检测,同时与昔日报社的老板谈妥条件,打算着将实验过程拍摄下来以高价卖给报社。 在随后的检测里,塔兰克的头部被贴上了一根根电线,而这次检测让有幽病恐惧症的他很不舒服,脑海中回忆出现许多过往,甚至在回家的路上依旧魂不熟舍,并与另一辆车发生了事故,因此结识了刚刚失去父亲的美女朵拉。 塔兰克将朵拉带回了家,一夜春宵。 温情过后的第二日,塔兰克便参加了实验。 多恩博士向大家说明了实验守则,坚决杜绝使用暴力。 随后又将大家翻成了狱警和囚犯两个小组。 塔兰克与娘娘枪舟,还有一脸丧气的38号待在一个球室。 大家讲讲黄色笑话,打打篮球,一切都相安无事。 愉快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,但危机正逐渐向他们靠近。 午休时间,囚犯舒特因为不喝牛奶引起了狱警的不满。 表现仗义的塔兰克为舒特解围,一把拿过牛奶一饮而尽。 为了取得新的材料,他故意公然调戏狱警。 而狱警艾克特为了展示权威,惩罚了塔兰克和他的室友们做俯卧撑。 这也让埃克特与异警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力的甜头。 第二日很快到来了,在塔兰克的怠惩下,大家纷纷挑衅预警,帮助舒特摆脱牛奶。 接着,塔兰克戴上了拍摄新闻资料的眼镜再起事端,将日警博瑞斯和埃克特关进了球室。 面对如此潇洒有性情的塔兰克,球犯们也开始相继吹捧。 种种状况都被坐在监控系背后的系列小组尽收眼底。 恼羞成怒的狱警们在伯瑞斯的建议下,很快展开了反击。 他们灭掉了球室的灯,拿着灭火器,朝着还处在兴奋中的囚犯拿去,勒令他们脱去衣服。 更将塔兰克锁在了栏杆上,于是惩罚。 尽管这样的行为得到了多恩教授的警告,但并未阻止运警们在奔放的路上渐行渐远。 也同样没有什么能阻止塔兰克继续进行彩拍。 塔兰克先是出言不许,用伯瑞斯最在意的狐臭彻底激怒了他,使得二人结下了梁子。 38号也凸显真身,他叫做斯泰霍夫,是一名空军上校。 来此的目的是观察并向上级报告,而他发现了塔兰克拍摄的秘密,同时揭穿了他故意找事的行为。 伯瑞斯为了报复带头闹事的塔兰克,带领狱警们在深夜将塔兰克绑到了没有监控的地方,剃光了他的头朝着他小便。 如此歧视大乳也让塔兰克的心理有了变化。 在随后的实验中,狱警们的行为已越来越积极,先是体罚侮辱娘娘强舟,让他脱去衣服背上牌子示众,而伯瑞斯好似雷神附体充满了战斗力, 拨打了情绪激动的囚犯,善良的教授女助理企图警告伯瑞斯,但是毫无作用。 时日第五日,受到了侮辱的州,一早小便失忌,尿了塔兰克一脸,被送进了医院。 而新牢房黑色箱子的出现,让塔兰克开始紧张起来,女助手此时察觉到了危机,想要终止实验,为此与教授产生了争吵。 接着实验进行了一次模拟探视活动,指塔兰克一人,被伯瑞斯留下来用球服擦洗马桶,最后再被强制穿上臭气熏天的衣服。 面对这些,塔兰克流下了无措的泪水。 唯一存在人性的预警巴什,为塔兰克带来了干净的球服,带他去参加了探视活动。 而让塔兰克万万没想到的是,探监的人是一直在等待他的朵拉。 朵拉曾在今天带走塔兰克,一起去加拿大,但被塔兰克拒绝,他还提出了一个请求,要朵拉与巴什接头,将存储新闻资料的内存卡交给报社老板。 但这一切都被伯瑞斯发现了,疯狂的他带动所有的预警,是教授和助理不在的空档。 先使殴打巴什,又将想要打小报告的金控月拉兹关进了球室。 随后伯瑞斯利用朵拉激怒了塔兰克,带着预警们狠狠地殴打了塔兰克,之后将他关进了黑箱子,又将帮助塔兰克说话的舒特一棒打倒。 女助理此时回来,发现了伯瑞斯的行为,却被脱光后关进了球室,期间险些遭到埃克特的强棒。 幸好被一直挣扎,终于撬开根箱子的塔兰克所发出的声音,引开了埃克特。 斯泰霍夫此时也帮助制服了预警,解放了大家。 不过可怜的舒特因为暴力殴打,流血不止而亡。 另一边,朵拉越感不妙再次来到实验基地, 但他直接被博瑞斯发现,关了起来。 博瑞斯在处理好朵拉后,发现了大家企图越狱的行为,愤怒地召集了兄弟们围追。 敦教授此时赶了回来,发现球室一片狼藉,但他还未做出动作,便被埃克特击中。 而埃克特的命运也即将终止。 在他激怒了老实人后,被巴石用灭火器打死。 唯一出逃顺利的就只有斯泰霍夫和塔兰克。 他们最终与博瑞斯一行运劲展开了最后对决。 千军一发之际,塔兰克皎洁的一把握住了博瑞斯,冲自己而来的匕首。 看着塔兰克流血的手,博瑞斯在恍惚中清醒,意识到自己犯下了的罪行。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,二死三双的实验悲剧引起了媒体的广泛重视。 究竟在权力的得知中,谁能坚守道德的底线,从善如中。 这样一把握住成的以外,三双的一把握住。 你后来在决定中,身边坚定的双 空来,西双 水中筒进入上去, 如果您需要坚定的空间,继继继继续合着与其方法兰克风筒在一起。 感谢观看